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亲证的举行圣道礼 上主求祢吹点我们 因为我们得罪了祢 上主求祢大法慈悲 是给我们救恩 远去那天主吹点我们 赛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祢吹点 上主求祢吹点 天主祢自相地引导了圣女 家郎 爱慕 贫穷的德行 求祢因祂的传求 上司我们 以安平乐道的精神追随基督 将来得胜天国 赞养祢的圣荣 以上所求是靠祢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祢的圣神 永生永旺 阿们 公图 厄泽克尔先之书 上主对我说话 他说 人子 你是住在叛逆的人中 他们有眼睛 却看不见 有耳朵 却听不见 因为他们是叛逆的人 人子 你要白天 在他们眼前 准备流亡者的行李 并在他们眼前 从一个地方 迁移到另一个地方 或者他们能看清 他们是叛逆的人 白天 你在他们眼前 把行李搬出来 像搬出流亡者的行李 傍晚 在他们眼前 在他们眼前出发 像流亡者一样 你还要在他们眼前 于墙上挖一个洞 从那里走出去 你张着他们的面 把行李背在肩上 天黑时出发 并且蒙着脸 并且蒙着脸 为了看不到地面 因为我要使你成为 以色列人的一个预兆 于是我遵命做了 白天 我把流亡者的行李搬出来 傍晚 我用手在墙上挖了一个洞 天黑时 当着他们的面 把行李背在肩上出发 第二天早晨 上主对我说话 他说 人子 那些叛逆的以色列人 不是问你说 你在做什么 你要回答他们说 吴主这样说 这神谕是有关耶路撒冷的君王 和城中的以色列人 并且说 我是一个预兆 像我所做过的 也要实现在他们身上 他们要被掳到外国 他们的君王要背着行李 天黑时出发 从墙上挖的洞出去 他要蒙着脸 使他再也不能看见这地方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不要忘记天主的功臣 不要忘记天主的功臣 他们却仍然试探并冒犯上主 不遵守至高者的法度 他们一如祖先叛逆不忠 转个作恶 有如翻倍的功 不要忘记天主的功臣 他们拼舍 他们拼射祭坛 惹起上主的义愤 他们崇拜偶像 激起了上主 肚恨 天主听见 大发雷霆 舍弃了以色列的子民 不要忘记天主的功臣 他让人把他的约会 让光荣的约会 落入敌手 任由他的子民死于刀剑 向他的百姓燃起怒烟 不要忘记天主的功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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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得罪了我 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 七次够了吗 耶稣对他说 我对你说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 要和他的仆人结账 他开始结账的时候 有人给他带来了 带来一个欠他一万金元宝的仆人 他没有钱可还 主人就下令 要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 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了来还债 纳仆人就服务在地 叩拜他说 主啊光荣我吧 我一定要欢庆的 纳仆人的主人就动了灵命的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纳仆人一出门 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银币的同伴 他就抓住他 扼住他的喉咙说 还你欠我的债 他的同伴就服务在地 哀求他说 宽容我吧 我一定会欢庆的 可是他不肯答应 反而把他关在间里 等他欢庆了欠债 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 都愤愤不平 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把这仆人叫来 对他说 恶仆 你哀求了我 我便全部免了你所欠的债 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 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 于是主人大怒 把他交给行义 直到他欢庆 全部债务 如果你们不从心里 宽恕你们的弟兄 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耶稣讲完这些话 就离开加利利亚 来到约旦河东岸的犹太境内 上主的声言 记得我们赞美你 我的今天的分享 不算是很复杂的灵修的道理 或是我也不会给你们什么很重的论理道德方面的劝勉 我今天的分享算是 比较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来鼓励你们 爱上天主的圣言 爱上圣经 在今天的福音的开始 博多问耶稣一个问题 如果我的弟兄对罪了我 我应该宽恕他多少次呢 七次够吗 耶稣说不够 耶稣说要宽恕他七十个七次 七十个七次 我们也可以说七十七次 有这种的翻译 那这个数字七十七 圣奥斯定他研究这个数字七十七 然后他在路加福音 我们今天念的不是路加福音 是马斗福音 可是他圣奥斯定在路加福音 他发现了也有这个数字 在哪里呢 在第三章 第三章里面有耶稣受洗的故事 耶稣受洗 圣洗圣事我们知道带给我们很大的恩宠 就是天主宽恕我们所有的罪 无言罪还有我们受洗前所犯的罪都宽灭了 那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耶稣受洗后 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耶稣的祖父 路加也有记载耶稣的祖父 不过路加的他记载的耶稣的祖父很特别 他从耶稣开始后来就是罗瑟 一直到亚当 那我们也可以说从天主开始算 天主创造亚当第一个人 后来一直到耶稣 路加提到多少个人呢 七十七位 七十七个 刚好跟我们今天听到的数字一样 我不晓得路加有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听到的博多提到的问题 我要灌输多少次 可是刚好在路加福音也有这个数字 圣奥斯丁注意到这样的问题 注意到这件事真的很羡慕他 天主给他这么大的恩宠 他在圣经里面看到很重要的奇事也告诉我们 希望我们也会对圣经有兴趣 每天看天主圣言 也许天主也会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 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今天 非常特别感谢天主他赐给我们圣家郎的榜样 我们也求天主赐给我们同样的爱天主的精神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世界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以圣宠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执意为主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相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财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给诸圣人圣女的阿弥亚 终身是共鸣 主请以你的尊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社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有圣的天主 求你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真实心恩的安慰着圣神 清注于我们 及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其名的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三星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授显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半数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半数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与诱惑 但求我们的年龄修乐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严得心灵同在 愿亲爱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成我们去穿布福音吧 感谢天主 你走进走进那海面 并非寻求 不归冒雪之时 你为你期盼 让我跟随你 祝祝你 照着我如情万般 带着微笑 将我的你情欢 在那海盘 我伤起我的小船 跟随你 去寻找你的海洋 我伤起我的小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